而在这一场防治文枯病的观摩会当中 可以看到环保局的科员也到场聆听了 原来台东县环保局也因为禁止稻草入天燃烧 为了让农民有其他快速分解稻草的选择 正准备和农改厂合作试验腐化菌分解稻草 也借由这一场观摩会要了解农民的耕作方式 环保局禁止稻草入天燃烧 但有许多农友表示 禁止燃烧让下一次的稻作期延误 为了让农民有其他快速分解稻草的选择 环保局将与农改厂合作试验腐化菌分解稻草 就是历年来就是一二期稻草之间 就是时间比较短 然后农民很容易会有露天燃烧的问题 可能会造成不管是民众观感 或者是农民本身的身体都会受到影响 包含也会影响到道路的安全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产生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不要完全以财阀为主 就是像彰化他们已经有推动 像腐化菌的部分 然后希望可以减少缩短腐化的时间 然后让农民有另外一项选择 所以今年的话就想说 搭配农改厂的专业 然后一起研究腐化菌 是不是适合台东的部分 这项技术在台湾中部已经推行 环保局希望若在台东试验成功 就能提供农友另一项选择 可以减少环保局对农民开发的机会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